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现在呢 就是来到了 具组成有一个小纸左右车程的 偏沿古镇 把马匠消暑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迎宾小姐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来 包包小姐姐美不美 请打在大幕上 包包有一首主题曲 给我买个包包 买包包 给她买个包包 说要给包包买一个包包 那我们确实呢 今天就还有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是什么 请乔帅哥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请这么漂亮的小姐姐来呢 那肯定是又到了我们的相机节目 昨天才去尼康骑了一台 尼康AFC 看看这个 认识这台相机吗 大家 这么具有年代感的相机 必须要有咱们年龄最长的能玩的 是不是 我90后的 1890年 我1890年这位陪英俊买了一台尼康的FM2 我给大家讲 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它是胶片机 就小帅哥看到这个相机之后呢 他说尼康又出了一个 依照这个的形状 复刻的一台微单相机 我这个是拳子 那个是APS-C的 所以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来打开看一看 然后再拍点照这么好的地方 对不对 你这是带镜头的吗 这是套机 1650 我想买的其实是那个28毫米的 全国都没有货 这一台相机是重庆首台 好 这都上载 这里写着Wi-Fi Gluetooth HDMI 然后还写了一个Made for iPhone iPad And Android 这是Z系列对吧 FZ 就是尼康的V单系列 然后它的卡口现在也更名为Z卡口 它以前是ZE卡口 让我们来撕起这个 小盘 挺惊悚的事实 我们下面就是水 感谢购买 延长两年保修机 两年哦 看一下 以颜值著称的包包小姐姐对她的评价如何 来 你打开看一下 我打开 对啊对啊 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主机吧 主机 主机 好的 哇 真的很像 是吧 像不像 哇 好不好看 它真的很像 真的蛮好看的 你看它这个卡口特别的 立卡 来 送了一条肩带 Z肩带 好看吗 有纹理了 看这个不好看 还可以 充电器 索尼学一学 这是什么 充电器啊 这是原来有 后来学坏了 你看看人家尼康 百年企业 娘虚 娘虚 娘的虚在低血 花了这么多钱 配件 下一个电池 我们看一下 多少好看 1120 不到 不到 那这个确实只有一块 镜头 哇 哇 这粗料杆 这边看起来像个金属 一拿就感觉 好轻啊 稍微粗糙了一点 套起手大家都知道 数字都挺一般的 为什么买这盒 就是因为没有买到 我们那个28的那个 是想着是在网上去租 适不适合自己 可以先去网上租 三天一般是180 加租一天是30块钱 就很划算 功课做得很严格 对对对 唯一 做得很周全 最近对焦距离0.2米 有点近了 然后 对对对 0.2米 紧近了 它的光圈不是横定的 它是16端是3.5 到50端是5.6 5.6 错 6.3 6.3的光圈 对不起 我功课没做好 1650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 一切字架 谁等到16端 就基本在24去吧 这个蒙皮都一模一样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角度都差不多 质感也差不多的感觉 快门也一样 对 除了没有胶卷 现在这一个它转变成曝光补偿了 对 回卷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 ISO 哇 这是ISO啊 那你轮回这个是什么 我以为是快门 那这要是什么 对不起 他嘲笑我的资本是因为他比我年长 我比他年轻 快门的位置 完全位置一模一样 这个是啥玩意 这是一个监品 它保留着它单反的那种传承吧 胶卷机也有一个监品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就是还剩多少张 诶 这是还剩多少张 看这个地方 电池舱 这个很熟悉吗 你看 这不熟悉吗 你想讲什么 这个东西啊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你就不知道 那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包包要抢答 啊 包包也是玩过胶片机的 包包也是玩摄影的 这个是 这是放胶卷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你不是 你不是做的太好了 这个是 你讲话真的 这个是放那个电池的 这个其实是它的马 所以你想讲这个跟它很像是吧 诶 很像 它下面真的很像啊 哦 这里面就是卡 但是这是个单卡 单卡 都是什么年代的 是单卡 我这也是单卡啊 看不起 S20是单卡啊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摄影师 全是按照 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宝贝 怎么样 哪一个好看 我喜欢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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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其实吧 我觉得 也是这个要好看一点 像富士的中低端鸡 它都把这些全都给阉割掉了 你看 大发性能 大发性能 拍照可是很牛的 你这拍照不一定好呢 哼 好了 我们来合体吧 好 那一分钟 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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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相机拿着意外的轻 挺轻的 这个要重很多 可能重个一倍一倍 也比这个相机要重 这个相机看着小 XS10 但其实它会轻一些 可能镜头也有原因 我们开机吧 三顶层 三顶层 要插心了 看这个镜头它就很有设计了 拍摄之前它要选择这里 看就解锁了 好有意识感 就解锁了 这屏幕好棒 非常经典的 它会把它的拍照模式 全部都放到它的这一边 你看它这个界面 就非常像S3的界面 跟松下有点像 跟松下好像 原来是一个菜单设计 左边是一级菜单 右边是二级菜单 但是这种菜单确实 会给创作的时候 会带来更多的方便 是的 在这里你看 这只格式画 这多好找 因为索尼那个太能找了 但是我自己就是用的索尼 我还是很爱索尼的 我还是很爱索尼的 拍到第一张 来拍第一张 第一张 拍了 三二一 哇 漂亮 是我感觉还没什么 就像我的锦鱼 好胖啊 因为我是用了五零端拍的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不行 必须重新证明一下自己 哇 好搭 真的好搭 好 水锅 不是 这个屋这里会手滑吧 没有手柄 外壳很机械 内壳很数码 我觉得它的数码感 确实跟富士尔来说的话 照片上的第一观感 还是太数码感了 它这个套机头 确实光圈太小了 加上一个APS-C的画幅 虚化呀什么的 都不是很明显 拍着吧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往下拍下去了 但它屏幕显示效果还是挺棒的 必说你好多了 不要以为没开麦 是我没说话 哈 哈 哈 我们现在也就是很合理出来了 大家来这个偏沿谷子啊 水里面玩 自己带双拖鞋 这样就不用花钱买拖鞋了 停轮完车 从那个头头上要往前走一会儿 人都没有那么多 安静一点 好 所以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照片 大家都知道 尼康这个相机的单机声是6000多 然后富士也有一台 是XS10 价位是差不多的 都是APS-C 参数也差不多 走的都是 他们的复古路线 2000多的相机大家觉得怎么样 胶卷一卷五四 全画幅 咔嚓一声响 秒它全部呢 大家知道这个咔嚓一声响 到底是快门的声音 还是什么声音吗 请弹幕告诉我 小帅哥 女后妻 各自拥有10分钟的时间 然后他们带上包包去照相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哪一个相机出来的效果更好 Let's go 10分钟计时开始了没 啊 开始 好紧张啊 全自动模特儿 我还没有找到感觉 这样搭出来 这样 对对对 人pled上 我在这儿 手没有 皮包没关系 不怕 好看 入口 大 撩 哇 很艳 空 office 窍 微 在这儿抱一个娃娃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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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理发店 那个我觉得用一个很老式的那种电风扇 然后一个躺椅坐在那里吹风扇 我觉得那个场景是非常好的 我就不敢去问他 我说可以借你这个场景拍张照吗 谢谢 你可以躺住 我要买呼机了 好 你就这样 就是飞着手上走就行了 加油 我要看 刚刚那个光笔太大了 我要看你吗 有这种时间限制拍照 就是很精简单 好 诶好看 哇就是 啊好看啊 错了吧这个 我把机关了 我把相机关了 我现在拍电动车广告 好 短时间使用的感受 就在这种非常时间紧急的情况下 这些波轮对我来说确实是个负担 我刚刚本来想转这个曝光补偿的波轮嘛 我转这个的时候我一下把相机给关掉 耽误几秒钟又是几张照片了 对不对 它的自动曝光已经非常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那种曝光了 然后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曝光补偿就能拍片 我们就没有调滤镜没有时间去慢慢找一个它自带的滤镜 我等会儿去田园的时候再找一个滤镜 都有翻转平衡 这个很好 很棒 我们第一局battle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要离开田园古镇去到东盛村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稻田 然后配点田园风的早餐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转场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 稻香固园 这是女后妻来过的 我也不知道 然后你导航的话就请导 东升村 东升村 那我们准备在这里吃着西瓜 然后再在稻田里面拍照 嘴田瓜 走吧 一边走 走 一边弄 好像那有个地方还可以玩滑翔是吧 我看到没有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山顶上 那可以玩滑翔伞 来 我用瓜皮换你的瓜 行吗 你真的是个瓜皮 抓到了呀 我真的抓到了 天呐 我不是故意的 放了吧 我真的抓到了 看看 来 来 来 真的抓到了 开始拍照 开始拍照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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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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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给大家讲一讲 拍照片这件事情呢 就是根本不是什么大屎玩的东西 就是你就拍就行了 因为你从这里面看到的呢 就是光学取景 然后你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觉得 哇 这桩肯定棒 然后冲出来 然后呢就是到了 这桩肯定不行 冲出来一看 然后 其实这就是胶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惊喜 你要等上几天才能看到结果 那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你如果要看这个场景 胶卷拍的大概是什么样子 你就稍微瞇着一点眼睛 把光压暗一点点 对比度加一点点 大概就是胶卷出来小口 这样就是数码 这样胶卷 数码 胶卷 好 谢谢你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看 iS200 250 iS4不行 iS5 5.6 5.6 8 iS8我来看一下 现在是500 5百分之一秒 然后iS5 5.6 哇 这么准的 看我 1 2 3 我看看这里是怎么样 1 2 3 你真的有米了 蛤 你几好了 你有米 我不知道你 做什么 牛鞋在里面 好 牛鞋在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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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张已经拍完了 好 那么怎么卷回来呢 就是你直接把这个掰开 然后按着这箭头方向绕 下面有个小机关 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了 然后 就是这样 摇 然后你突然感觉到 这边脱钩了一下 好 这一下就脱钩了 然后你再摇 听到声音了 咔一声 基本上你就留了片头在外面 我们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留了片头在外面 牛逼不牛逼 牛逼 完美这一拳 所以你看完美不完美 刚好片头留在外面 他们俩根本不管我 好 就这样 呃 女后妻说现在这个光啊 她觉得还是硬了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她现在这个机 内置的二十款滤镜怎么样 第一个是out 就是自动的嘛 这应该是标准 好诡异啊 这个滤镜 这不是阿宝社吗 阿宝社 这现在看来都没有一个是好看的 除了那个低层 这个包包还比较喜欢 接下来的照片就用那个低层拍吧 可能后期还是会自己再处理一下 这个颜色确实 包包断过来我 快来 我们拍照了 开始吧 无关人员请往那边退一下 我希望你就是拿着这个 往这边 你往右边走 疏离一点 好 行了 完全没虚核的 天呐 看太阳 背要挺 啊 我好累啊 我感觉我这个没有光圈的镜头 单一的场景下面只有靠构图 我的构图我败了 不影响照出来的照片好看 对 因为包包包其实太漂亮了 其实我不喜欢那种现实拍照 好 来 开始 快快快 先来一个大景嘛 你就 每个一个被子 我再拍一个超大景 当你高强度用它的时候 光圈 没用了 你重启一下 有了 就这么走 快一点那种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时间吗 一分三十五秒 对啊 好 有了 一分钟 担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ESTV BountyTry before you buy